我是邵康 歡迎你來到TVPS邵康站請示 站我們向特別來賓 李俊英委員 陳國民主任 江啟臣委員 柯智恩執行長 中佩軍議員 好 那麼普丁 他說他不得不打烏克蘭 他今天到一個太空發射中心 講話 他說不得不打 無起好戰災 無不得也 他說俄羅斯的軍事行動 目標極其清楚而且崇高 很清楚 我們就是要打擊在烏東地區 分裂主義者欺負我們俄國人 壓制我們說俄語 我們很能忍受嗎 另外美國 美國想要在全世界擴張勢力 要威脅我們 所以我是打的戰爭是很崇高的神聖的 那烏克蘭就說俄羅斯軍隊屠殺平民犯戰爭罪 普丁說假的 我們哪有屠殺平民 他們自己幹的 他們自己冒充的 自己打的 甚至裝死的演電影的 灌到我們 他通通不承認 然後現在雙方都在抓叛徒 烏克蘭抓一個 說一個國會議員原來是支持俄羅斯跑了 把他抓回來 俄羅斯現在也說 說俄羅斯有人不是反對去打烏克蘭嗎 甚至還去遊行嗎 他說這些人都是叛徒 俄國的國會議長說 這些人有什麼資格當俄羅斯公民呢 剝奪他的公民權 搞到這個地步 這滿慘的 對上方來講都在那邊 內部就先亂了 就你不容有不同的意見 打烏克蘭 俄羅斯外長說 為了結束美國稱霸世界 普丁說和談已經走進死胡同了 烏克蘭總統的顧問說 雖然艱辛還在談 所以現在看起來 烏克蘭還在那邊講說 我們還有希望還在談 小組還在磋商 總統那邊已經講說 走進死巷子了 不可能了 連這個奧地利總理 去跟普丁台灣以後也說 這不是一個友好的訪問 我們看一下情況 帶著白鱷小老弟盧卡申科 來到遠東地區的太空發射場 但普丁一開口 主題還是直奔烏克蘭 普丁指控是烏克蘭不遵守 在土耳其達成的協議態度 一樣強硬繼續反駁 所謂的大屠殺就是烏克蘭 自導自演的假消息 只是想挑釁莫斯科 普丁強調俄羅斯不會被鼓勵 盧卡申科也立刻暫身負荷 明明是兩國領袖見面卻成為普丁大內宣的機會 合理化他入侵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官員們自然也要大拍普丁馬屁 下議院議長沃洛金就提議 只要是反對國家進攻烏克蘭的都是叛徒 就像是之前在電視直播中 舉反戰大字報的女編輯 全部都應該剝奪公民權 好 那麼普丁也講了 制裁我們有什麼了不起 對不對 60年以前 我們也被制裁 我們俄國太空人還是 蘇聯太空人是第一個上太空的 的確 那個時候是 他是第一個 他沒有登陸 但是他上了太空 因為他上太空 美國非常緊張 說怎麼俄羅斯在這方面能夠領先 所以美國就加強 發經費給各大學的物理系 物理研究所等等之類的 鼓勵他們 所以才有阿姆斯蘭登陸月球 刺售到俄羅斯的刺激 老共的時候也被國際杯葛 他也搞出他的核彈來 北韓也被杯葛他也搞出來 所以普丁說 風水都風水什麼了不起 我們辛苦一點 我們照樣在科技上會更加突破 既然你不給我 我自己發展 來 陳主委 現在到底怎樣 我們先來看一下所謂形勢图 形勢图其實還是很重要 就是每一天 其實美國智庫都會公布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在基辅跟切尼 尼克福還有蘇美這個地方 蘇聯軍隊 俄羅斯軍隊 已經慢慢撤出 就大概這個藍色的地方 那其實在卡爾可夫 這個東南邊的話 其實有兩個地方 這個突出點 那這兩個圈圈 綠色圈圈 這個圈圈 那一個地方叫一九母 一個地方叫施若維揚斯科 說真的俄羅斯的地名 都很難棄 就是說這兩個地方 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你看這兩個地圖 這個是烏東兩省 這兩省這個地方 居然還沒有被拿下來 所以其實當時候 俄羅斯撤退的軍隊都是要打下這一塊 因為你不打下這個缺口 那其實烏克蘭守軍會反擊 所以其實他要先拉平這塊戰線 這個是照這個情勢來看 很簡單 但是其實就總的來講 你看這個整個形勢 是一個到西字形 就是說就算 就算烏克蘭已經打回去了 但是這整個到西字形 從瑪利烏波到烏東兩省 到整個基輔的周邊 到卡爾可夫周邊 這個都被俄羅斯佔領了 所以其實你現在要談 可以 我現在跟各位聽眾報告一下 就是說俄羅斯是什麼兵役制度 是真募兵型 就是說他有真兵制 也有募兵制 當然他光是真兵制 真兵制的話 他是抽掉18到27歲的成年男子 那光是這個人口 加上募兵制 他就97萬人 就是一年就97萬 所以其實有些人會說 你烏克蘭 俄羅斯人有那麼多嗎 有 他有那麼多 有那麼多車嗎 有 你要打什麼他都有 你比如說T72T80被打死 被打死 沒關係 他還有很多舊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在戰場中 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我們都出來 好像烏克蘭也撿不完 對 他就撿不完 因為俄羅斯很多 你有舊的東西 他也有 有些人會說 這場戰爭打到什麼時候 通常我會回答人家說 我建議兩枚石塊幹嘛 說不知道 但是有一個可行的判斷表演 是5月9號 他們叫衛國戰爭紀念 就是對他們來講 他們是很重要的 說這個是 反法西斯的一些很重要的紀念 所以他們甚至在5月9號 他們還會舉行大閱兵 所以其實你不要看說 他沒有人打烏克蘭 沒有 他有兵打烏克蘭 他還有能力舉行大閱兵 所以其實我們不要忘記 俄羅斯他是一個無窮無欺的人力資源 那是很可怕的 他搞不好還有打芬蘭 現在看起來 來 請正兄 我覺得這場這樣打烏 現在就是看到幾個本質 第一個他還是大國競爭的本質 烏克蘭是真的是很明顯 就是一個代理人 俄羅斯是那個大國的本身 所以他絕不可能輕易的示弱 只是說在這個地緣政治裡面 從有這場戰爭到這個戰爭之前 他要的就是那個緩衝區 那個緩衝區可大可小 大道是說如果理想的話 就把整個烏克蘭都變成一個緩衝區 小道現在他退而求其實就是 我烏冬不管怎麼樣我要守住 我哲政黨戰爭 他最後怎麼回去交代 他還有他國內政治地位的問題 除了說大國地位之外 還有國內政治地位的問題 所以普丁他一定會竭盡所能的 就算意志力也會撐到就是要把這個 烏冬給保住 變成是一個緩衝區 所以這也讓這場戰爭沒辦法 短期內透過談判去解決 除非烏克蘭願意退 或者願意妥協說 有一個緩衝區帶可以出來 否則的話就會變成消耗戰 消耗戰就比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這個資源 一個就是人員 看誰的人多 看誰的資源多 打到後來變成是整個西方 在後面back up烏克蘭 然後對抗俄羅斯 看誰能夠行到最後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我們沒有辦法預期說 到底打到什麼時候 因為感覺上還沒有看到 彼此資源跟人員的底在哪裡 俄軍被指控用生化武器 奧地利總理會見普丁以後說 非常悲觀 這不是一個友好的訪問 沒有什麼好的結果 好像普丁特別講說 我們講究的是軍事的邏輯 不是和談 和談太久了 軍事邏輯是什麼 戰爭就是要打 打就是要贏 打完再說 這看起來好像遙遙無奇的和談 而且普丁現在跟西方說 你少插手我跟烏克蘭戰爭 你這樣的話會製造全世界的 這個糧食的饑荒跟移民潮 都跑到歐洲去看你怎麼煎 來 立委 這個看起來發展的方向是 讓人家擔心的 第一個普丁最新的講話 大概是直嗆美國 直嗆美國 那會不會變成兩強的這種 新型態的一種作戰戰爭的一個方式 譬如說像瑞典 芬蘭 這種算是美國的最前緣 勢力的一個最前緣 而俄羅斯可能都會有一些行動 日本已經發生了 我們知道 日本那邊就是透過日本的一個 所謂的公海的一個海峽 俄羅斯也展現 他這個就是對全世界 美國勢力的一個反擊 這種發展的方向是不好的 非常不好的 因為這種大國之間的這種 直接進入熱戰的話 那可能影響的 就不是現在我們看到的 所謂局部的傳統戰爭 第二個我們要看到的就是說 俄羅斯的普丁 他的這個講話裡面 隱藏了一些問題 譬如說他最新的 我們剛剛播出來的這個片子 這是一個大內宣 這個大內宣就是要穩定軍心 那是不是俄羅斯內部 已經開始出現一些不穩定 出現一些問題 那他的現身 事實上就是某一種意義 所以這個在研判上 要非常的小心 那如果俄羅斯的內部不穩定 會不會也連帶著 普丁使用更激烈的手段 因為他必須要回穩 他的這個政權 所以這個發展方向 我也覺得非常的悲觀 剛剛主任所提示的 這個最新的一個烏俄之間的一種 戰略的一個狀況 我是覺得俄羅斯的 打仗的方式會不會太傳統的 以他的這麼高科技的一個軍事大國 怎麼會打這種傳統戰 這種傳統戰就是我一步一步 蠶食 他沒有能力去做這種所謂的 比較策略性的 這種優勢的一個獲得 這個是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當然問題就出在烏克蘭 他得到西方所有的這些物資 物資 雖然說人員 我們看到人員 事實上這次投降的烏冬 那邊也有英國籍的 所以人員當然是少 不過主要還是一些武器裝備 這個武器裝備也確實讓 俄羅斯吃盡了苦頭 所以他變成沒有什麼進展 所以未來這件事情要怎麼結束 就是要趕快有一個輸贏出來 你俄羅斯現在的物資 或者他軍事的力量這個狀況 你要短期間之內 讓他軍事上承認失敗 恐怕 恐怕西方國家 恐怕要有一個新的戰略思考 雙方都不能下台 對俄羅斯來講他怎麼可能下台 他沒打贏 烏克蘭沒承認說烏冬是你的 對於哲倫斯基來講 他說我也沒打輸 你看你從基輔撤兵 然後我結論是 現在是全世界的領袖 我愛罵誰罵誰 我罵拜登我就罵拜登 我罵德國的總理 我罵德國總理 我罵法國總統 馬克國罵法國總統 我站在道德的至高點上 你現在叫我怎麼下來 我怎麼承認我打輸了 我怎麼把土地勾讓給你 這兩個都僵在那個地方 那到底怎麼辦 修羅斯再回來 好 馬利波是重鎮 守軍死守47天也不容易 俄羅斯說烏克蘭部隊被重創 42個人投降 50個人陣亡 這是小事 市長說我的平民死傷2萬人 我剛剛聽他們英文講 22萬到2萬2千人 我們現在基本上比較沒看到 看到這零星的畫面 去打個醫院 打個小孩 我覺得好殘忍 2萬人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是多少個生命 對不對 還沒完呢 還在打呢 所以這蠻慘的 所以我常常講打仗的時候 倒霉的不是軍人 最倒霉的是平民 軍人你還有碉堡 你還有武器 可以反擊 平民守無寸的什麼都不 你就住在家裡面 炸你就炸你了 打仗的時候軍人死傷 可能沒有平民多 平民那個死很慘的 你說日本人打南京大屠殺死多少人 那是平民的那不是軍人 軍人他可以知道怎麼打 怎麼跑 怎麼掩護 怎麼攻擊 怎麼防衛 平民通通沒有 所以平民是最慘的 之前我也覺得好奇 就是說打了半天 出來的消息都是 這邊死兩個 那邊死 我是戰爭 好像在我們印象裡 不是這樣子 戰爭都是很慘烈的 他其實是很慘烈 你光看馬力波 就死了2萬多個平民 你說慘不慘烈 2萬多個平民 你那個屍體堆起來 是什麼樣的狀況 很慘 連英國籍的烏克蘭海軍陸戰隊兵 也被迫投降 英國籍的人 可能是變成外籍兵團 或是去支援烏克蘭的 你看市長坦言 已經有超過2萬平民上升 這個數字 讓人家真的是覺得很悲哀 而且說有化五來攻擊馬力波 所以哲倫斯就說了 你看用化五是違反的 和聲化都違反 戰爭的規定的守則的 所以應該不要再用俄羅斯的石油了 但講半天 美國也到三天前才進 拜登才簽署法案 所以拜登講說 美國你假的 你準備講說不要 你還在買 你怎麼沒有買 印度一口氣 買了1300萬桶 拜登昨天說要罵印度 然後視訊通話通了半天 所以一句話也沒譴責印度 為什麼 因為他需要拉印度去圍中國 他不敢得正印度 所以印度說我需要 印度總理講了 我這一個月買的 還沒有你歐洲一個下午買的多 你歐洲一下午買的時候比我多 你在罵我幹嘛 所以美國只好說 每個國家 印度有他自己不同的國情等等 變成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 烏克蘭南部戰略港城 馬里烏波爾 傳出急於求生的俄軍 動用遭到禁止的化學武器 烏克蘭軍方指控 俄軍利用無人機 投放不明原料製成的有毒物 多人出現呼吸衰竭的重狀 俄軍其中火力封鎖全市 至今死生超越預估 俄羅斯黑海艦隊摧毀無人機 俄羅斯國防部高調受政果 宣稱痛擊 遭遇困的馬里烏波爾 烏克蘭軍 大家剛剛都分析了說 這一戰爭目前都看不到車尾燈 而且兩國都沒有下台的一個條件 但是大家要知道這持久戰一打下去 對烏克蘭是越來越不利 剛剛社長特別拿出那張圖 對不對 就是整個俄軍他們在烏東裡面的 不同的點的一個戰局 就像剛剛大家特別提到的馬利波爾 為什麼很多人就懷疑他要用化學武器 因為俄羅斯一定要拿下來 他懷疑拿下來裡面 對他整個戰局是佔有非常大的影響 每個人都說俄羅斯 他最主要是後勤補給不足 但是他拿下的馬利波爾之後 你看他可以把這個陸地完全連結在一起 而且他根本不用過橋 以前從克里米亞這裡 他過克里米亞大橋 現在把馬利波爾拿下來之後 你其實後勤補給的整個的趨勢來說 是會更好 所以說大家都知道 俄羅斯他雖然沒有辦法 在最快時間呈現給世人 非常現代化的軍事訓練 的確大家都覺得他怎麼 他怎麼那麼比想像中的沒有那麼高大 但是他的整個物資 能源 兵力 還有增加他的所謂的地理位置 還是讓大家認為 在這一波戰爭當中 即使烏克蘭有西方世界的支援 俄羅斯還是有他本質上最大的一個武器 那為什麼會打打停停 說實在的 除了剛剛大家所分析的 兩國的領袖都沒有下台的條件 美國還有歐盟 特別是美國 他可能也希望透過這打打停停當中 能夠牽制住俄羅斯 不要讓他在這場戰爭當中獲利 而進而影響到未來在整個世界霸權的地位 所以當美國的角色進來希望能夠打打停停 然後來拖住的時候 就會讓這一場戰爭變得更加的一個複雜 所以說你說看不到車尾燈 但是我們可能等一下也會討論 我們可能需要注意的 就是我們整個要面對這樣的食物食糧 現在已經整個已經漲了12.8 我是說整個食物的部分裡面 還有包括你看 光是看俄國跟俄羅跟烏克蘭 他們整個的貨運的運輸 已經讓整個的貨物稅已經少扣了 全世界已經2.8 降低了 這個東西不要看那麼遠 看我們中油就好了 中油到4月的時候 因為原油價錢的飆漲 還有天然氣我們禁運 我們現在目前為止已經差不多到多少 有一個數字出來 你會嚇到幾乎是等於中油 已經是達到了多少 4月底的虧損達到650億 中油的資本額也不剩1300億億 這都是因為整個惡物戰爭的時候 對我們的影響 不要講那麼多 對台灣的影響就是這樣子 那油價 我們的瓦斯 我們的小吃部 這些是整個連貫下來的 所以說即使看不到車尾燈 即使看到那都需要很多的人力的救援 但是全世界需要suffer了 還是在通膨之下 我們所面臨的糧食跟能源 最大最大的一個挑戰 大家顯然到目前為止都還不覺得 死之將至 我覺得大家都好像還在過太平盛世 覺得這是歪的事 我覺得那是很嚴重的 主要是因為它現在動漲油價跟電費 油價漲一點點 中油吸收 一直吸收 其實因為他們是國營事業 其實就是納稅人的錢 你到底真的不行的政府就要補貼 補貼那錢誰的 還是納稅人 只是麻痹你說好像沒什麼太大影響 怎麼會沒有影響 影響可大了 來佩君 1993年的時候 全球192個國家加入簽署禁止化學武器公約 其中當然也包括俄羅斯跟烏克蘭 所以從剛剛這個報導裡面 這個大家知道如果違反這個公約的話 後果是很嚴重的 那現在看起來我覺得烏克蘭 俄羅斯真的敢用公約中提到的化學武器 或者是狹義的化學武器 像是介子器或者是神經毒氣 這些見血封喉的化學武器 我覺得機率相對低一點 但如果是鎮爆用的這個催勒瓦斯 這個不可能 因為這個畢竟是化學兵器 但是不是國際社會上生物痛絕的 非人道武器 可是這場戰爭打到現在 剛剛前面幾位都提過 最嚴重或者最讓人擔心的 應該是說核潭不但沒進展 而且你看不到核潭能夠成立的條件 因為面子跟理子一直對不起來 講這個面子 多數的國際輿論都是支持烏克蘭 然後一起去反俄羅斯 所以烏克蘭看起來現在士氣不錯 而且軍事上沒有什麼戰線崩潰的問題 所以烏克蘭的顯然覺得政府 沒有什麼需要委屈求和的主觀意願 可是客觀的戰場上面 你來看剛剛柯委員也講 媒體雖然報導各種 俄軍的戰場失利 或是陷入泥鬧這些困境 可是你要想 這個戰畢竟是在烏克蘭的境內打的 也就是不管是人民的財產損失 或者是產業的發展停滯 都是烏克蘭的人民來承擔 這個是俄羅斯的人民不需要去負擔的成本 所以對俄羅斯來講 有一個關鍵 就是他只要控制國際制裁的範圍 不要擴散到俄羅斯最大宗的能源出口 經濟貿易制裁對國內的經濟產業影響 可以接受 但是國際的出口貿易這件事情 他只要守住這個底線就好 你從歐盟現在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來看 非常有趣 你可以說大家很務實 你也可以說大家很現實 因為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多的國家 會拿能源去開刀 能源這件事情雖然是俄羅斯的主要 出口的賺外匯的必需品 可是他同時也是歐盟國家的民生必需品 所以誰更需要誰 其實一世間還說不上來 這就是這場戰爭 李子面子對不起來 現在暫時沒有和談的條件 也沒有和談進展的空間的可能 這就是從這次俄物針 我們也看得出來能源的重要 在這麼關鍵 德國什麼匈牙利 都不敢去進俄羅斯的天然氣 我們將來發電一半是天然氣 世界有任何變動的時候 我們一半都要受到影響 天然氣在台灣儲存 夏天最多存7天 冬天最多存10天 為什麼 因為冬天氣體的體積會小一點 所以你那個槽可以放多一點 夏天氣體會膨脹 所以那個儲存槽 這非常危險 你看這個情況 蔡英文還不趕快修正你的能源政策 你就這樣子 每天愛台灣 抗中保台 你這個是害台灣 到時候台灣一點安全都沒有 一半的電都沒有 因為你一半是靠天然氣 你能撐多久 你油也撐不了太久 五角大廈說 俄軍可能不見得是用化武 是在催淚瓦斯裡面混入藥劑 所以大家都在猜 因為有些軍人說他覺得呼吸有點困難 另外白鱗彈有800度之一 下去整個皮肉都穿透了 所以他們怕 所以俄羅斯到時候沙紅了眼 非拿下不可 什麼都跟你用了武器 俄羅斯也說 烏克蘭主動一個全新的坦克 因為之前看的都是俄羅斯坦克 被標槍飛彈打被烏克蘭打 俄羅斯說我們也弄到他的新的坦克 全新就被我們拿來了 到底怎麼不解馬力波跟烏東的圍 折倫斯說給我們重型武器 你給我們搞了半天 標槍飛彈 刺針飛彈這些東西 我們要重型武器 重型武器才能反攻 否則我現在只能防禦 折倫斯說你們都說我是戰爭英雄 說我是二戰死後的丘吉人 我不想誕生英雄 但是我已經準備好為國捐軀了 講起來很壯烈 另外烏克蘭說 你們每天過這麼一點錢有什麼用 英國來說1億英鎊 美國昨天再加7億美金 所以到現在為止加上這7億 30億美金 烏克蘭說我們需要幾百億美金 幾百億 世界銀行要給他15億 這跟幾百億都差很遠了 換句話說你們給我是杯水車薪 把我打成這樣子 你們給一點點錢 還好得意 每天在那邊講給我多少錢 是不夠的 意思是這樣 芬蘭 瑞典說可能很快加入北約 結果俄軍正調集重裝備 前往芬蘭邊界 所以他怎樣 他還要再打一場戰爭嗎 他有能力去打兩邊戰爭嗎 海軍在那邊演習 潛艦在測試 他真的能去打芬蘭嗎 芬蘭的總理說我們不怕 來 我們不怕 休息一下就回來